大家好,我是王狗 清明点假就在我们上礼拜的时候 开心的路过了 我在上礼拜去扫墓的时候 到那边晒 我发现了一件很酷的事 里面有很多埋葬在一起的夫妻 他们的过世日期呢 很多都是前后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有一种夫妻怜心的感觉 你走了,我就一起走 我们两个一起上天堂 做永远的伴侣 我们从这个现象 其实也是可以发现 人的身心健康 似乎也会因为某一件事的打击 而产生剧烈的变化 那我就想到 做冥婚的人 那有可能是 失去了至亲之后的痛苦 才让他们选择做出这种决定 好,延续下去他们的爱情 讲到这边呢,我就想到 诶,那清明节 会不会也有这种类似的故事 果不其然 我今天在这边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清明节的人鬼脸 清明节的前夕 阿珍跟她的大嫂 选择礼拜天上一山拜祭婆婆 本来拜祭婆婆是由阿珍的母亲主持 偏偏遇到她生病 因此 重则大任只好落在阿珍的大嫂身上 阿珍的婆婆子孙满堂 这次家族虽然没有全部来祭拜 但是队伍仍然是浩浩荡荡 当摆上了祭品 上了香之后 为了让婆婆 老人家慢慢细细的品尝 他们说好必须要等一个小时以后 才可以焚烧 名字 还有祭品 所以阿珍和大嫂 便白无聊赖的到附近走走看看 他们信不如来到一座半星不就的坟墓前 不经驻足而观 哦 原来他们是被这座坟墓墓碑上的照片给吸引住了 照片是一位长得十分英俊的年轻男子 浓眉大眼 高挺的鼻子 丰富的双唇围开 是小是非 实在是太帅了 当今的影坛上哪些超级帅哥明星也不过如此而已 唉 这么年轻 英俊就埋没在这荒山眼中 也未免太可惜了吧 阿珍的大嫂 带着惋喜的口吻说道 阿珍听了一点点头 这座坟墓前的香炉 插着一把香 一缕缕清烟鸟鸟随风而食 由此可见 来拜祭这坟墓的人刚走不久 阿珍的大嫂 这时突然说道 阿珍 如果你未来能够找到一个像他这么英俊的老公 那就好了 我相貌平凡 像他这么帅的男生 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啊 对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的阿珍来说 的确是由衷之言 但阿珍的大嫂 却有另外一番见解 那也未必啊 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也许在某位男人的眼里 你是一位标准的美人儿哦 大嫂你别取笑我好不好 阿珍被大嫂说得脸而泛红 回到家里 阿珍的大嫂 早已把早上在坟山跟他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但是阿珍刚好相反不停的胡思乱想 那座墓碑上的巨脸 不断在他脑海萦绕 自认样貌平凡 不会被俊男看上的他 开始想着 或许正如大嫂所说的 在某些人的眼光里 说不定 他是一位 已令人一见清新的美女啊 当晚 阿珍做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甜蜜美梦 他梦到他在院子里散步 有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将他走来 把他拥抱在怀里 亲了又亲 吻了又吻 阿珍半退半救 最后被这个男孩的热情所融化了 整个人躺在对方的怀里 任由他摆布 一直到对方伸手去解开他的钮扣 然后 阿珍才惊慌的拼命挣扎 突然惊醒过来 满身都是汗 但令 阿珍满身大汗的 并不是那名男子的行为 而是那个梦中的俊男 竟然跟白天在那座墓碑里面的照片一模一样 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啊 然而阿珍并没有把这个既甜美又恐怖的梦告诉任何人 包括大嫂还有母亲 第二天睡觉的时候 阿珍十分的矛盾 又怕梦到那名俊男 又渴望他来入梦 由于这两天感觉被这事搞到心神不宁 十分的疲倦 所以阿珍闭上一不久 就昏昏的入睡 阿珍 天啊 浓眉大眼的俊男又出现了 两片勾人心魄的嘴唇笑得很灿烂 露出一口洁白的眉尺 他摊开双手 紧紧的把阿珍抱在怀里 此刻阿珍很快就被对方给征服了 此后呢 阿珍开始变得精神恍惚 常常一个人喃喃自语 一会儿眉开眼笑 一会儿愁眉空脸 家人觉得他的举之诡异 问他到底有什么心事 他却总是摇头骨 儿子一天一天的过 阿珍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他茶饭不思 脸色苍白 日益消瘦 家里的人忧心如焚 认为他是中了血 因此去找一位高僧求救 高僧了解情况以后 说阿珍是被一个年轻男鬼缠住 而阿珍也深深的爱上了对方 大嫂这次才想起 清明节跟阿珍在一座幕前的谈话 顿时日下的目瞪口呆 马上把在坟山前的谈话 全盘拖出 大家听了面面相去 却又不约而同的望向高僧 高僧只是点了点头 练了一回经之后 把一条写满梵纹的黄布给他们 叫他们暗中把布挂在阿珍的房门上 说也真是神奇 红条布挂上之后 阿珍就再也没有碰到这个倦男了 但反而 这个改变 对阿珍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此时的阿珍已经深深的爱上这个帅气的鬼魂 为鬼秘心窍 整天哭哭啼啼 一直让着要去找那个男子 所以家人再去找高僧指引明经 这回高僧眉头深锁 建议他们去探查男子生前的事迹 以及事事的小情之后再做打算 所以阿珍的大嫂和母亲 立刻去一山打听 搞得他鸡鸡犬不明的 使者生前到底住在哪里 在不断的询问下 终于询问到 原来这名男子生前住在匹府 是一名行员 生前与父母和哥哥少少同住 是为情自杀而死 所以大嫂和母亲 便马不停蹄的来到当地 很快的找到了墓地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旧屋子 大嫂对了对门牌的号码 点了下头便上去敲门 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 你好你好 我是来询问贵府过世的儿子 听吧 中年妇女面露难色 突然客厅一脚传来一阵苍老的声音 让客人进来吧 中年妇女连忙让两人进来 大嫂和母亲由目视骨 发现客厅一脚坐着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妇 她就是死者的母亲 大嫂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没想到老妇听了听面露喜色 水啦我的儿子有了女朋友 这就是天大的讯息啊 这回她可以成家立士了 耶 阿贞的母亲听了不太喜愿的说道 欸老太太阴阳有别 你的儿子在阴间 我的女儿在阳间 他们要怎么结合 很简单啊 叫你的女儿下去陪我儿子不就行了吗 老妇不假思索的说道 岂有失礼 阿贞的母亲气得脸色铁青 中年妇女连忙把她拉在一旁 敲声说道 欸不好意思别在意别在意 我的家婆痛思爱儿 伤心欲绝 由于思念过度 现在变得痴痴呆呆的 有时候会语如伦次 请不要介意啦 突然老妇人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哭了起来 哼 我不甘愿 我死也不甘愿 我的儿子长得这么英俊 竟然被女人抛弃 哼 老妇人发泄了一阵之后 抹干眼泪 用一种哀求的口气说 我的儿子太可怜了 他是一个多情种 他既然看上这女儿 是女女儿的福气 就成全她们吧 阿珍的母亲和大嫂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突然老妇人 对挂在墙上的爱儿照片说 呃啊 你放心 既然你看上这个女孩 妈 一定会设法叫她下去陪你的 阿珍的母亲 听了不仅打一个冷战 此时不守 吊待何时 他拉了拉媳妇的手 逃一般的走 一家人 无计可施 只好再去找高森 而高森答应 尽力挽救 过了几天 阿珍突然清醒过来 他的言行居址 完全恢复了正常 正当全家人在庆幸的时候 阿珍私下跟大嫂说了 大嫂 我不妨坦白的告诉你 我已经是她的人了 她不能没有我 同样 我也不能没有她 阿珍的大嫂震惊地瞪大双眼 阿珍 你冷静一点 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们阴阳相隔 你们要怎么结合啊 阿珍嘴角泛起了一丝的微笑 我们 早已结合在一起了 大嫂 不瞒你说 我已经坏了她的骨肉 阿珍的大嫂 简直不敢相信地 倒抽一口气 你 你有了生育 大嫂不知道该怎么结下去 阿珍没有回答任何一句话 只是浅浅的一笑 想不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快地离阿珍一家人措手不及 阿珍和大嫂说了这番话之后 隔天大嫂发觉阿珍的房门一直关得紧紧 叫了老半天也都没有回应 他们感觉事情不妙 于是合力地把门撞开 躺开 他们看到阿珍打扮的花枝招展 躺在床上 就这样无疾而终 她的衣容安详 脸上是挂着幸福的微笑 身旁还有一封遗书 是这样醒到 妈 大嫂 我走了 你们不要为我的离去 伤心难过 我只不过搬去另一个 跟我心爱的人 双雄双飞 那里是一个世外桃源 我也和我的丈夫 和孩子们 固着幸福快乐之 别担心我 请带着快乐的心情 祝福我吧 对 没错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啦 我觉得阿珍跟我们现实中很多人其实都一样 或许是一种心态 也或许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执着 不管怎么样都会想设法地去达成或达到 阿珍的大嫂跟母亲 就有点像身边试图改变你未来的母亲或是家人 那其实这整个故事我觉得 没有说母亲他们是对的 也没有说阿珍这样说是错的 完全都要看你怎么选择 但是记住 我觉得生命成可贵 毕竟母亲把你养那么大 但我相信人一辈子也一定会遇到很多这种抉择的 那我们今天清明节的故事到这边啦 呼 还好我没有梦过琳达 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和按喜欢 谢谢大家 我是王狗 我们下次见 拜